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們剛剛講到 這個是照片的資訊 每張照片的經緯度就打一個經緯度上去 所以你就可以發覺在哪個地方拍照片的人特別多 那麼我們現在做的事情是假設只有這個經緯度 我完全沒有地點資訊 我也不知道這裡是台南 我也不知道這裡是高雄 那我請問你 哪個地方可能是景點 那可能是景點的地方就是很多人去的地方嘛 所以我就要開始找說哪幾個地方是人最常去的地方 那一個簡單的想法就是說我把它切格子 譬如說我在這裡 在它的x上面我切一千份 那切一千份的話 各位你切一千份的話它的格子點大小有多大 它的格子的size有多大 台灣左右是大概200公里 所以200公里 再乘以加三個零片公尺 1 2 3 然後再除以 假設我切一千份 所以我得到格子點是200m 所以200m可能就夠用了 我就這樣切切切切一千份 我每一個格子就是200m 然後y軸呢 y軸也切 把它切出正方形出來 所以換句話講呢 你就是 假設你的台灣大概長得是這個樣子 畫的不是很像 然後你就從這裡切 先把它切 從這邊 從最大值和最小值呢 我切成一千份 那我假設是 我只是畫一個示意圖好了 比如說切 切 切 像這樣我是切成一二三四 四份 那 那 y軸呢我也同樣的去切它 這樣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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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完之後我就可以開始算 說 每一個格子我就可以算說 到這裡有幾張照片 這裡有幾張照片 有幾個點 這裡有幾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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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點越多呢 代表越可能是景點嘛 所以事實上概念就這樣做完了 那你就算譬如說 這一點是 這邊有 102點 這邊是93點 這邊27點 這邊15點 那你就比較一下 我就開始講說 這可能是一個景點 那我這樣的話 就可以把景點抓出來 但這是一個 但是沒辦法中的辦法 但很有可能說 這個景點剛好你一切 被對半切成兩半 那就很不幸了 剛好可能就 就輸掉了 他可能就不會被認為是一個景點 那所以 好 那我剛剛講的是說 就是說 我可以拿個手機到某一個地方 那我就可以 問這個手機說 那大部分到這裡以後 下一個景點到哪裡 那他就跟你講 根據我的統計說 下一步可能到哪裡 那另外一個還可以做的是說 還要抓時間的知識 比如說現在是下午3點 那請問你 倒不能下午3點到這裡以後 下一步到哪裡去 那還有時間的資訊 還要抓得更多 要進來 才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這就是一個 所謂的推薦系統 旅遊的推薦系統 到某個地方 推薦你到哪個地方 那另外一種做法呢 是說 我不但要推薦你到哪個地方 我還要預估會花多少時間 因為你到了清華大學 你就開始拍照 假設你第一張照片 在清華大學第一張 和最後一張 他有時間資訊 一減 你就知道說 他在清華大學待了多久 但假設是這樣 你有夠多的資料 因為有人到清華大學 拍兩張 然後就在那邊打籃球 晃晃老闆星才走 所以你這樣 兩張一減 才發現他只待了三分鐘 但實際上這是不對的 所以你只要有夠多的資料 我就可以把頭尾砍掉 不合格 就是不可信的砍掉 留下中間部分 我就大概知道 你在清華大學待了多久 那這樣的話我就可以知道說 每一個人到每一個景點 平均待了多少時間 下一個景點 可能會到什麼地方 那就可以做景點的規劃 今天的規劃是說 我今天 我有一整天的時間 我要到內灣去玩 好 我要玩的是 我一定要玩到內灣老街 我要玩到哪個地方 我也玩到哪個地方 把這幾個資訊丟進去 他就跟你講說 大部分到這個人 到這個地方玩 到這上個地方玩的人 他們是怎麼玩 然後幫你規劃說 你先玩這個 再玩這個 再玩這個 然後各停留多少時間 這時候還別忘了 你從A點走到B點 要不要花時間 要花時間 那這個時間怎麼算 當然你可以從照片去算 那最好 Google都幫你做好了 對不對 Google有路徑規劃 我說A點在這裡到B點 好 我要走路要多久 要開車要多久 一算就算出來了 然後你就可以 丟到你整個 規劃的流程裡去 就可以幫你做一個 很好的 旅遊規劃的軟體 我不知道這樣的東西 對你們講 有沒有用 行程都一樣 不是塞爆了嗎 不會啊 有的是反方向 有的是從A走到B 有的是從B 走到A 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 是說 譬如說我今天只有半天的時間好了 我要到那一彎玩 但我希望玩到 起碼要玩到那一彎老街 或是玩到另外一個地方 好 那你要怎麼推薦我 那你就可以跟我講說 大部分的人是怎麼走的 那其中第二部分的人 可能是怎麼走 那你還是要自己去選啊 塞爆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會不會發生啊 我猜應該是不會 除非 因為你提供是一個建議系統 建議說有人玩這裡 玩這裡 還可以分春夏秋冬 春天它是怎麼走的 春夏秋冬 因為你夏天去海邊玩 冬天去海邊玩 夏天你會跳到海裡面去 冬天不會啊 所以它就會規劃各式各樣的東西 你想像是這個樣子 這也是一個WAVE2.0的概念嘛 所有資料都是從User來 在從User裡面撈 做Data Mining 把一些重要的資訊撈出來 猜爆這件事情我倒是沒想過耶 這個 我猜大概是不會的 好 然後這樣的資料呢 你看我這裡就直接把它漏了進來 好 再大一點讓各位看到這個程式嘛 好 它的資料呢 叫做 photo roadata 276299 tags 直接把它FID打開來後 我抓三個欄位 第一個欄位呢 是它的 一個是精度 一個是緯度 然後最後一個是它的URL 好 URL是什麼意思呢 我立刻把它打開來 各位看一下 因為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資料 我覺得喔 就是 因為它是真實的資料 好 謝謝 謝謝 各位你看這資料量是大的不得了 總共你往下拉 好 27萬筆的資料 27萬筆的資料 每一筆呢 它就跟你講說 它的 它的精度和緯度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字很小 不過你大概可以再轉 這是精度 這是緯度 後面就是照片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真的去把照片抓出來 我們來抓一張照片 看會看到什麼 譬如說最後一個 假設有連上網 它就可以把照片抓回來 好 那這照片在哪裡拍的呢 有沒有 它可以講回到台東的船上 有沒有 這個Tag 事實上 也可能可以做一些參考用 但是這個是比較難用的東西 所以它的精緯度呢 就是在我們最後一頁 最後一筆資料 在 有沒有在這裡 121.4852.667 在這精緯度上面所拍的照片 所以這樣每一張照片都是真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真實的資料 那我們 我們把資料直接露了進來 然後 用TagScan把它Scan進來 然後把它抓到 X座標 Y座標 那我就把它直接用Plut 用點的方式把它打出來 那打出來我希望它的長軸和Y X軸和Y軸呢 它的刻度 要符合資料 所以打一個Axis Image 然後它的Market Size我設定成1 如果你不是設定成1呢 它那個點會太大 會整個黏成一塊 就看不出來那是點的感覺 然後最後呢 就把這個圖 這Printer 只是把這張圖呢 把它Safe成一個PNG的檔案 那我們要做的是呢 我已經寫在這裡了 第一個呢 你從 Minima X和Maxima X呢 假設M等於1000 你把它切成1000份 事實上是1000刀的意思 1000刀下去 這是它的Center的位置 每一小方塊的Center的位置 我這樣切開來並不表示說 我的方塊 這個就是我的方塊 身上不是的 我的方塊在哪裡呢 我要把它 這個Center的位置 然後我要找出它的Boundary出來 每一個方塊Boundary 所以呢 我要把 中間加起來除以2 所以這個 這一列 這一列出現的效果呢 就等於 我的 我把它切在這裡 從中間點把它切開來 所以我每一個方塊是在這裡 這是一個方塊 這也是一個方塊 那接著呢我就要開始把它每一點丟進來 它到底屬於這個 這個每一個 這個值的紅線呢 我叫Boundary X的Boundary 然後根據這個Boundary呢 我要把資料丟進來 就算說 屬於這個方塊裡面的資料 到底有多少 我這邊的範例呢 都是以XO翻例 以XO為範例 全部只看XO 那Y軸呢 就同樣的做 那假設呢 就是說 我要抓到譬如說 X第三筆到第五筆 分別落在這個Boundary的哪一個區間 我可以附加一個comment 叫RangeSearch 並指的是Binary的意思 因為等於說 我有一堆區間 在這裡有一堆區間 一堆區間在這裡 你給我扔一點資料 我要怎麼知道說 這個資料是落在這個區間 譬如說 這是 這邊是第一個區間 第二區間 第三 第四 第五 總共五個區間在上面 那我要知道說 我到底落在什麼區間 那它會去做BinarySearch 我可以知道 BinarySearch是很快的嘛 LogN一下就把它找出來了 那有一個comment 叫RangeSearchBinary 這個comment是在 我們的UtilityToolbox下面 所以你要先把UtilityToolbox 抓回來才能用 然後如果說 我要抓 譬如說X 從第三筆到第五筆 我丟到裡面 那它就會分別回傳回來 x的第三筆 它落到區間是278 第四筆 落到是199 第五筆 落到是960 這個是它的Interval的Index 所以你就把 x座標做一遍 y座標也做一遍 然後你就知道說 落到每一個區間的資料點 大概有多少個 你就知道說 落到每一個區間的資料點的 Index在哪裡 然後把它加一加 就知道每一點有多少個 那這整個呢 你要算說 這邊有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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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算出來 你就要設 譬如說你要一個 舉證叫做Count Matrix 但這變數是我隨便講的 你可以用不同名稱 你要有一個Count Matrix 它的Size是 M by N 那這M呢 我剛剛講是1000 那N是多少呢 N是多少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它的範圍 然後要保證這是一個四方形 所以算一下就可以算出來了 我記得我做得出來 大概是 好像是1788的樣子 那沒有寫 但我不太記得 大概是 讓它出現的是一個 剛好是一個正方形 它的邊長 都大概是200公尺左右 那這不用講 這就是一個 Sparse Matrix 你可能跟我講說 老師這個還好啊 1000乘1788 真的還好嘛 對不對 就丟進去搞不好 不用Sparse Matrix也可以算出來 但是別忘了 我們這邊是 設定邊長是200 200大概是 你要找的景點 大概像是 台北101 台北101 下面基地有夠寬吧 附近 那整個都可以算出一個景點 所以它的 寬度大概200公尺可以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找的是 光復饅頭墊 你需要這麼大嗎 不用吧 你光復饅頭墊 或是今天找的是鼎泰峰 鼎泰峰多大 要200公尺嗎 不用吧 鼎泰峰大概10公尺就解決了 或是小一點 或是再放寬一點 20公尺好 一旦你要抓的是20公尺的話 這邊Size會變多大 變成10000 然後我們看 17880 你可以算這個要多大的memory 這個 你會用FullMatch來算 這個再乘這個 再乘個8 個byte 所以這邊刷掉三個 刷掉三個 刷掉三個 80乘以17 大概有超過1GB的memory 但是1GB你可能覺得還好 好啦 那我要 這個是20M 我要抓2M 你什麼時候會抓2M 你要抓有沒有一個神經病 你在同一個尾圖拍很多照片 也有可能 那2M 你這邊就 就沒辦法這樣做 所以呢 加上我們作業就是要Sport Smash 所以你這邊一定要Sport Smash 裡面到底有幾張照片在裡面 最後得到的結果 是類似這個樣子 這個結果呢 這個結果呢 就是我把它 這邊有切成 這邊1000分 這邊是 大概1788的樣子 然後就開始酸酸酸 酸酸的結果呢 最後也是一樣 你把它打出來 用那個 要看Sport Smash 然後把資料點送進去 得到的結果就是這個樣子 那你可以發覺 它的Density有多大 就是你各位要去算的部分 就是 因為大部分都是0 那少部分不是0 所以我算出來的Density呢 就2.8%左右 或是3% 所以你在100點裡面 大概只有3點 非0的磁器 那大部分是0 但是Density呢 會隨著你切的數目字呢 會越來越低 你這邊 現在是1000嘛 這邊是1788 如果你這邊切到1萬的話 Density就會掉很多 會整個會掉下來 因為你切得越來越細 好 那算出來之後呢 你現在就知道說 每一個 現在這次上 就是已經是一個矩陣了 1000 1788 那每一點都有值 值 值代表它照片有幾張 那 再往下走 今天呢 我希望你把它畫出來 畫出來的結果 會變成這個樣子 你要畫什麼東西出來呢 第一個呢 你要把這個線畫出來 現在是看不出來 你看到底是黃色的 像這個黃色的線 就是我這邊紅色的線 你把線一根一根把它切出來 然後把它畫在最下面 你知道就是整個黃黃的結果 然後再把我們的Data把它打上去 就原來台灣的形狀也出現了 然後再把 這個 Count比較多的位置把它打上去 就得到 這邊1075個 這邊576個 這邊197個 等等就打上去 所以假設 這就是我們經典 就出來 我 我這邊有Manlet 跑出來的結果 直接看一下 如果 你把它直接放大 我們譬如說抓 這是在台南 台南 我這邊放大 再放大 再放大 有沒有 那個格子點就出來了 那這個格子 紅的格子就是相當 對應到我左邊 黑板上畫的 紅色的線 那你可以再把它放大到 一格裡面來看 所以在 在這一格裡面 總共有497張照片 所以你看照片 都打在上面 所以我們就可以假設說 這是一個景點 可能很多人喜歡來這裡看 所以這就是我們今天 作業要做的事情 那最後一件事情要做的 就是說 你找到這一點之後 你假設這個格子裡面 它們在這一點 我要請你想一個方法 把它框起來 框起來這件事情 我沒有跟你講怎麼做 你要發揮一下你的想像力 我稍微把它再 對不對 這一點 在這裡 但是你如果看資料的話 你會覺得 好像這邊是一個景點 對不對 那可能這也是個 你可以把它包起來 好 現在我的問題來了 你怎麼把它框起來 這同學 這要發揮你們想像力 這沒有標準答案 但你人眼去看說 這好像是一個景點 這也是景點 這不是一個景點嗎 其實它好像不太像 這個是不是一個景點 這可能也是一個 所以你找到這一點之後 我希望你把它框起來 框起來跟做法很多種 一種做法是說 我就從這一點 中心點開始找 離我最近的這一點 找到了 然後從這一點開始 只要距離在 譬如說在一公尺以內 我都拉進來 就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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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一對最後就長一坨 然後長一坨之後呢 你再把它整個 你可以把這一坨資料 直接送到我們之前學的 那個 convex hole裡面 有沒有 它就把你 最凸的多邊形 就把你直接畫出來 那就框起來 這就是一個可能的景點 所以這邊也是要各位去想像 看要怎麼做 但你要框的時候呢 這個到底範圍要設多少 是一公尺內嗎 還是十公尺 這個就是各位要去試看看才知道 所以我期望最後看到結果呢 是你把它框起來 然後也包含這中心 你再把它框起來說 這就是一個景點 但是你當你在做這資料的時候呢 你會發覺有一些很怪異的現象 我們來看看這怪異的現象 在哪裡 再回到這裡 為什麼在這裡 鳥不生蛋的地方會有一個景點 各位有沒有看到 在 這應該在中山山脈的某個地方吧 是有仙人在這裡拍照嗎 還是 其他地方都還蠻明顯的 這個台南 高雄 台中 蠻明顯 那這個地方是什麼地方 那這個也是我不瞭解的地方 這當字要畫出來之後 我也才覺得很奇怪 但你把這個地方把它一直放大 放大 再放大 再放大 這裡幾乎就只有兩個點而已 但居然有1075張照片在這上面 表示可能這邊拍了500張 這邊拍了600張 不知道1075點 那這個情況蠻特別的 我去問我的 我們實驗室的同學 他負責處理這個資料 他說呢 就真的有工作室在這裡 那工作室他一直拍 產品的Catalog 拍拍拍拍拍一對 然後把它上傳到Flick 所以這些資料就是變成不可信的資料 這並不是一個景點 這是一個工作室 所以這表示說我們資料不是很乾淨 但是在我們這個作業裡面 我們這些情況都先不考慮 假設這就是去玩 那你看他只打一點 你要怎麼知道他到底 是不是真的很多點 你就把原先資料 加一點亂數進去 我試過 加一點亂數進去 你就會發現這邊一坨 這邊一坨 因為上開來就表示真的有很多點 很多張照片在這裡出現 但這種特定的情況 我們暫時不管它 所以各位今天去做作業 如果真的有抓到這一點 大概就是對了 如果你沒抓到 可能就是你程式碼哪裡有問題 那當然要抓景點這件事情呢 本來這個問題呢 就是實際生活中碰到的問題 那沒有標準答案 各位在學很多數學的東西 如果算 eigenvalue eigenvector 我都有標準程序 東西給我 我就按照程序去做出來 但很多現實生活中 是沒有標準答案 像這個東西也沒有標準答案 所以變成你要抓景點這件事情 你要把它 我的想法是要稍微把它分開來 有的是抓單一的很熱門的餐廳 那種餐廳就是 在一個經緯度裡面就很多張照片 所以呢 你如果把它高度圖畫出來的話 譬如說這如果是一個知名的餐廳 它就很高高一根突出來 那其他的 譬如像國父紀念館 它是一個景點 是一個景點 但是它不會集中在一個維度 它是整個散開來的 所以它的高度呢 會變成比較平一點 但是散得很開來 所以最後就變成說 你怎麼樣定義你的景點 然後怎麼樣分批把它找出來 這就變成一個就是 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 那同時呢 你會發覺另外碰到問題 處理這種問題的話 資料是越多越好 現在我們抓到27萬筆 夠不夠 不夠 很多資料都沒有 譬如說你城隍廟資料 它這裡也不多 所以起碼27萬筆 如果我現在起碼要100倍 2700萬筆 才能夠把它cover秘密的 然後才有它統計上顯著的意義 大部分到這裡 譬如說50%會到這裡 30%會到這裡 20%會到這裡 可是到過這裡的人的總數有多少 如果有10個人 那沒有意義 如果今天有1000個人 那很可信的 大部分50%倒是也是 因為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 有什麼淵源或是距離比較近 那大部分人會跑去那裡 所以這個是這個實際生活中 碰到問題 就會有這樣的特性出來 好 有關這個作業有沒有問題 請問那個 就是叫做那個要選範圍 那有規定量範圍嗎 範圍喔 你說把景點範圍選出來 這要圈 對啊 這就是看你啦 我剛剛不是圈出來嗎 你看 我剛剛圈出來我覺得範圍是在 譬如說好 我們抓另外一個高雄好 高雄他自己抓出兩個點出來 好 你看像這樣的資料 你看起來是蠻明顯的 說 欸 景點 那應該就這裡啦 對不對 那最好你的 你的程式碼一抓 真的是抓出來這一塊 那這是比較明顯的範例 那如果其他範例呢 抓一個 好吧 還是回到這台南的範例好了 台南範例就不是那麼明顯 沒有 我拉開來 那請問景點在哪裡 如果你抓到這一塊 應該是也還不錯 但是如果你不信把這一塊抓進來 也還算景點 但你不能抓到這一塊 這邊就兩百公尺 你畫一塊 這邊就一公里 拉一公里開來 應該就不太像是景點 所以你拉到剛好是陽明山 陽明山一大塊 但這個顯然在台南市區裡面 所以應該是一小塊 兩百公尺喔 所以大概就是這一小塊 這可能是某個夜市吧 還是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 這要真的去對 就是有經緯度回去查 我們另外一個資料庫 是每一個台灣各個景點的名稱 把它對起來才會找得到 所以沒有答案 但是要合理 所以助教要幫忙看 他框出來是不是合理 框出來這樣是滿合理 這樣也合理 那太大一片就不是很合理的答案 所以我跟你講 我沒有標準答案 所以你就框幾個給助教看 來 來 還有沒有問題 好 我們最後剩下15分鐘的時間 我講一下我們下一次的作業 下一次上課會講到的東西 好 那這個作業呢 我想也不是太難 就是要小心 而且包含我已經跟你講說 大概要怎麼做 那剩下有些部分就是要發揮你的創意 這個我也沒有標準答案 但很多情況下 你如果覺得你的是對的 你跟助教去說明 你這樣說服助教 他就會覺得是你對的 以前講過說 你在考博士班口試 如果你講地球明明就是方的 要是沒有人能夠把你反駁你 沒有人能夠講出一針見血 把你打倒的話 那地球 那博士班口試也會對 也會讓你過 因為地球就是方的 那這裡也是一樣 你要講出一個理由說 我早上 這明明就是一個很大的夜市啊 這裡也是夜市 通知夜市可以連過去啊 中間Google Map來對照果然有一條路 好 這個整個一起 也可以 就看你要怎麼樣去 這邊經緯度都有資料 你一丟到Google Map 它的圖就出來了 我只是沒辦法直接把它打到Google Map上面 或是有人跟我想一個辦法 把這幾個點直接打到Google Map上面 你更容易看到你發生什麼事情 這可能是城隍廟或是什麼廟等等 也都有可能 好 剩下15分鐘呢 我來講一下 抱歉這裡要講一些數學 我實在不太喜歡用黑板 弄得滿手都是粉筆灰 後來西班的秘師才跟我講說 以後可以選 你可以自由選 要選白板還是黑板 如果選白板的話以後就換教室 不再用這間教室 但是黑板 用的很麻煩 不過有人說用白板的話 那個有揮發性的那個什麼油 會導致癌症 但是用黑板不是一樣嗎 吸這個東西進去 也好不曉得多少 我們今天要講一個 我直接寫一把 叫 叫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叫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簡稱PCA 其實因為有很多數學的東西 所以我選擇直接在黑板上寫 後續也會有投影片 讓各位可以參考 也有DLC檔案說明數學是怎麼推導 首先假設平面上 有一堆資料 一堆資料長得是這個樣子 假設這些資料 我們都已經把它平移到 讓它的平均值在零點 我把資料打上去 可能長得是這個樣子 這邊打一個X就是一筆資料 以前我們在做clustering的時候 就是你看說這資料可以分成幾群 用眼睛看說這是一群 就跟我們剛剛講那個景點的資料一樣 那麼一堆資料打在上面 你用眼睛去看就可以覺得 這邊可能是一群 這邊可能是一群 那在PCA這邊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要找出資料 散開最大的方向 這句話怎麼講呢 就從光這個資料來看 你可以發覺這個資料 是橢圓形的 而且它不是剛好對準的X軸 是Y軸 它有一個方向性 所以簡單講 你可以如果叫你畫 畫出它的長軸的方向 你會想說這應該是 好像是在這裡 長軸是在這裡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要表示成數學 就表示說我要找出一個方向 使得我的資料 投影上來以後 它的投影量的平方合為最長 換句話講 比如說這個資料 你畫一個像 你畫到這裡 投影上去 那長度就這麼長 這個像在這裡 投影上去 長度就這麼長 所以你可以想像 投影上去之後 你在長軸方向 它得到的投影量 會是最大 但是呢 如果你投影到另外一個方向 比如說 跟這個水池 在這裡 你每一個資料 比如說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在這裡 這是這筆資料 你一投影上來 哇 就只有這麼短而已 然後比如說 這筆資料在這裡 你一投影上來 哇 也只有這麼短 就到這裡而已 所以你會發覺 投影到這條直線上 它的量會最少 因為它都沒有散開 全部擠在這裡 但是如果投影到這裡的話 它會散得最快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找一個方向 讓它能夠散得最快 所以這個方向呢 就叫principal component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我們後面會有一些 實用的範例 讓各位了解 那我們就根據 剛剛講的這個方式呢 我要寫出一套數學出來 讓我能夠滿足 它的投影過去以後 它的投影量 會拉得最快 那數學怎麼寫呢 我們先定義一個矩陣A 我說矩陣A p等於我把每一個項目都叫做xi 所以我把它寫成x1 這是這樣擺上來的 x2這樣擺上來 這是到xn 那等於說我要找出來 假設這個向量呢 這個向量 我就要u好了 那麼每一個xi 投影到u 的投影量有多少呢 projection of xi 來 第1個向量 投影到u 就是等於它的內積嘛 我假設u的長度是1 我假設u的長度等於1 因為我們只是要找出一個方向而已 所以跟這個u的長度本身是沒有關係的 那你要找出projection of xi onto u 就直接等於 xi的transpose 成上u 也可以寫成u的transpose 成上xi 兩個意思是一模一樣 就兩個 兩個向量直接做內積 我就得到它的投影量了 對不對 就是那個向量 我跟這個u一做內積 我就得到它的投影量 但是投影量有正有負的 如果你的向量在這裡 你要投影到這裡 它就會變成負的 所以我們在算投影量 最後要算總和 所以會把它平方 所以我就定一個目標函數 比如說我寫j 這個j呢 就是你給我一個根據u 是u的變數 就等於summation xi的transpose成上u 然後把它平方 然後i等於1到n 就是它最後的投影量的平方合 各位看得出來吧 這一內積就得到它的投影量 但投影量我剛剛講 有正有負的 我們不看正負 只看它的長短 我們就直接把它平方 然後架起來 我們先用這個東西越大越好 這東西如果大 我就表示說它投影上來 散得很開來 這東西如果小 就表示沒有散開來 全部擠在一起 到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應該是蠻直覺的 接著呢 我們要 好 請問u是多少 你開始要解這個問題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數學上有很乾淨的表示方式 就是說 投影上去把它轉一轉 數學就這麼簡單 通常數學式子能夠列出來的 要解就不是一件難事 但是很多事情是數學沒辦法列出來 數學沒辦法列出來 那個問題當然就是一個更難的問題 葉子幫我按一下 轉上去 這個 這個 對 抱歉我還是得拿個板叉來叉一下 這是高科技產品 這是高科技產品 現在為什麼沒有辦法製造一個東西 是 後面刷一個東西 這個全部掉下來 然後就可以重新再寫 以前 我不知道各位小時候 有沒有玩過這種遊戲 可以在那邊畫東西 畫完一拉開 都不見了 然後就可以再畫東西 有沒有 所以那個東西就很棒 好 來我們看看 我的目標函數 Ju 等於 i 等於 1到 我可以把它寫成怎麼樣呢 這邊各位要注意一下 好 我們先看這裡 at乘上u 會出現什麼東西 at乘上u 就是x1 x2 xn 的transport乘上u 會得到的東西呢 變成 x1t乘上u x2t乘上u xn t乘上u 各位記得這個 t呢 可以把它放進來 放進來之後呢 就個別 x1本來是一直行 就把它翻過來 變成 變成列項量 然後再把u乘進來 就會得到這樣的結果 這各位要先試一下 所以這樣的結果呢 你把它 全部平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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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起來 就是我們要的東西啊 對不對 就跟這邊一模一樣啊 所以這邊你就可以寫成 at乘上u 這邊內部 每一個元素的平方 所以呢 就等於 再把它transport一遍 從這裡變到這裡 各位一定要了解 看得懂嗎 有沒有 我們 這個東西算出來 是一個航向量 航向量呢 裡面每一個元素 就已經是這個東西了 那你航向量 每一個元素的平方呢 我就把航向量 就自己跟自己內積一遍嘛 那就把這個transport 變成一個列項量 再乘上它自己 那就變成裡面 每一個元素的平方 到這邊應該看得懂嗎 為什麼 怎樣 為什麼不直接把每一個平方 那就回到這裡了嗎 是不是 對啊 因為 我們要用 全部用矩陣來表示 你才會了解 矩陣 的運算 對應到這個問題 是什麼問題 因為這樣寫比較乾淨 因為寫比較漂亮 因為我們可以用 我們前面 發展出的許多公式 直接套進去 你會發覺很多情況下 這個你用矩陣來寫 這個summation 就不見了 就全部用矩陣來表示 已經分到很大問題的時候 就全部用矩陣來表示 會比較方便一點 好 我們繼續往下做 好 T擺進來 有沒有 變 μU T A T U 好 這是一個存量 但是呢 你要 讓這個值 變為最大 還要滿足一個條件 U的長度要等於1 這邊別忘了 好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就另列一個 各位在維基分裡面也學過 Lagrange Multiplier 就把這個 constraint 直接加進來 我先寫出來 所以我是寫一個 J T 另外一個 μ 這個U的函數 等於原先這個東西 U 加上 Lambda 乘上 有沒有 這個長度要等於1 所以表示 我用減的 1減 U T U 各位 有沒有學過這個東西 你可以把 constraint 這是用到 constraint 它的限制條件說 它的長度必須等於1 那我就把它 constraint 放進來 然後乘上一個Lambda 再加上原先 我要optimize的東西 整個合成 一個式子 然後再直接 這時候呢 抱歉 這個應該寫成 這邊就變成有兩個 一個是μ 一個是Lambda 兩個變數可以搶 這有沒有學過 沒學過的請舉手 有學過的請舉手 也少是幾位同學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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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說 你要 原先這個叫做 un-constrained optimization 原先這個問題呢 完全是沒有 constraint 哇 哇 居然還會動 這個問題完全沒有 constraint 因為它沒辦法解 因為u的長度越大 它的值可能就跟著變大 所以我要限制 u的長度等於1 那你把限制條件 加進來 通常就是加上一個 可變的東西 然後乘上它的constrained 這叫Lagrange multiplier 加進來 然後你就照樣 對它為分 對它為分 捏它等於0 就得到你要的答案 這個東西如果你沒有學過 你就先假設它是一個定理好 就是我可以把 原先沒有 constraint 最佳化的問題 轉成一個 有 constraint 最佳問題 然後但是你 當你把 lambda 引進來之後呢 它整個又變成 un-constrained optimization的問題 幫你省掉很多事情 好 那接著呢 假設我們要求這個 式子的最大值 最小值呢 很簡單就直接對它為分 對它為分呢 會發生什麼結果呢 對它為分發生什麼結果呢 這就是各位 我們之前提的 gradient 有沒有 微分 我直接要算 這個東西的gradient 我第一個要算的是 對u的gradient 這邊寫個小u 表示要對u做微分 微分式子記不記得 那這個式子 它微分出來呢 我就直接帶公式進去囉 這就是上次我們講的公式 就是 等於 兩倍的 a at 乘上 u 然後 再過來對裡面做微分 這時候mu 看的是一個常數 所以只剩下這個東西 變成 我們 減掉兩倍的 lambda mu 然後呢 同時也要 如果你直接 再對 lambda做微分的話 如果直接對lambda做微分 很簡單 你就得回到原先的constraint 這個要等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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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都要等於0 這就是微分等於0 得到的結果 那這個是trivial 這表示一定要成立 這又回到我們原先的constraint 那這個要成立呢 你直接從這裡 你就可以得到 a at 乘上u 等於lambda u u是一個像這樣 這個東西有沒有看起來很面熟 所以簡單的講 u is the eigenvector of a乘上at 結果變成這個樣子 我記得 i eigenvector i eigenvector 怎麼定義的 就是 對於任一個矩陣 我改寫成b好了 b 乘以 x 等於lambda 乘以x 只要滿足這個條件 的非0 向那樣x 我們就說x是b的 eigenvector 那解 eigenvector 呢 就變成b 減掉lambda i 那x 要等於0 但因為x不完全為0 那表示這個東西呢 是它的rank 會不足 就是說它的column 有相依的現象 所以你要把它解出來 就是它的行列是 要等於0 就可以解出來 但至於怎麼解 eigenvector 怎麼解 eigenvector 這不是重點 因為我們有什麼 有map 丟進去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我們不會去 詳細根貴討論說 怎麼解 eigenvector 重點是說 這個問題怎麼map 轉成解 eigenvector eigenvector 所以變成說 你只要把你的問題 把它寫成一個數學 寫成數學之後 你知道說 我怎麼樣解這個問題 你知道這剛好是等於 eigenvalue eigenvector的問題 那我只要直接求 這個東西 這個 eigenvector 答案就出來了 對不對 所以很多問題 就可以最後map 成 eigenvector 跟 eigenvector 問題 好 我們今天先上到這裡 這一部分 我們下次會再 會再繼續往下講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